大家好,我是MED学员的高级讲师周中文 今天呢将会给大家开始我们的用Vios敏捷开发我们的仿锤之网站 关于我的个人介绍呢,MED学员上面有一些介绍 我们今天呢就尽快的教大家去用Vios学习我们的整个的课程 我们首先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第一节课的内容 那么第一节课呢是我们的第一讲 为了我们的时间呢我们就直接尽量的快速开始 首先会给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商品 商城的一个流程 那么是通过我们的垂直网站的一个流程 然后的话会给大家快速的去通过去讲解一下我们的环境安装 当然我这边是为了节省时间环境是安装好的 不过我把主要的流程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的话会是我们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安装启动 项目的一个安装启动 最后的话是我们项目关键目录的一个介绍 还有我们的静态支援准备以及项目的启动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开始我们的课程 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呢是通过我们的Vios来快速开发一个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呢当然是目前是网站的这个垂直手机的一个电那个在线商城 那么是为了利用它的全端 然后我们快速的开发我们的后台来做一个支持响应 主要就是这样一个在线商城的一个网站 那么主要会包括里面的一个手机 手机里面的一个详情的介绍 当然这个简单的都是一些图片或者是一些东西 那么还有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比如说耳机 耳机首先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耳机的一个列表页面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点选择某一个手机 这也就是它的一个详情 然后的话我们可能对它会去进行一些那个购物车的一个操作 这下面呢是一些也是一些前端的一些东西 让我们简单的可以去添加到购物车 然后购物车里面就有 那么会有购物车里面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查看所有的商品 然后可以去进行修改 然后的话会是在我们的下一步去通过一个结算 那么登录注册 那么整体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会通过这样一个流程 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流程给创起来 那么我们就准备开始我们的一个课程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环境安装 环境安装这个地方 给大家去做一个介绍 RVM是我们的Ruby version magic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Ruby的一个版本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使用的 我现在已经当然已经打开了 这个是我们的Ruby RVM的本质的一个版本 Current 表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Ruby2.1.1 Altony是我们的Gymset 我们RVM的命令 我们主要是会用它去安装我们的一个Ruby ListNoran就说RVM它本身的知道的Ruby的版本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知道Ruby2.1 Ruby2.1 1.8到2.1等等 那么我们现在装的是Ruby2.1 好 这一块的话具体的话也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深入的去学习一下 我们目前的话就直接大家可以去把RVM装好之后的话 RM install Ruby2.2.2.0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快速的去安装我们的Ruby2.2.0 那么安装好之后的话 可以通过RVM 首先可以通过Ruby 刚刚可以看到我们的Ruby的一个版本 然后Ruby安装好之后的话RM GYMSET GYMSET是一个因为Gym是Ruby的一个插件的管理 那么GYMSET是对插件管理的一个容器 相信学习Ruby的同学都不会陌生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去选择RM GYMSET 可以去create create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会去create一个show我们的GYMSET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createGYMSET 之后还需要去安装很多东西 我们暂时就没有 就直接失去做了一个使用 GYMSET 用 好 那么这样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GYMS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GYMS 包括我们的Rails的版本4.2 4.2.0 好 这是我们的环境安装 大家主要是通过这三个 这三个命令或者是工具 大家可以去迅速的 去看一些款 那么另外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本身项目的一个安装启动 那么项目安装启动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在我们的 比如说workspace 那么可以直接去Rails new 一个项目 New的一个项目test demo 比如说 好 那么后面我们这个-d MySQL 就是指定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否则的话 它默认的话会是指定我们的 ThickLite 那么-d的话指定数据库 好 那么 创建它之后的话 大家看我们也可以 大家来简单的去看一下 Rails new test-demo -gandy-mySQL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会去给我们创建很多的一个文件 然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是到我们的test-demo里面来了 大家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文件 因为我们目前的话给大家去讲解这个课程 所以说我们直接是采用了我们这一个我们的创建好的一个项目 好 创建好的项目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bundle install bundle install 也就是我们的bundle 那么的话会去把我们所需要的一些gm给它加安装好 安装好的话 那么默认我们就可以去启动 我们这里重新给大家去启动一次 Rails s Rails s就是Rails set start的一个拼写 那么我们目前可以来看一下 好 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到 我这边的话 已经把我们的项目的静态目录已经考过来了 所以说我这边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的话 我那么我就接下来去介绍我们的 今天的一个重点的一个课程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录介绍 关键目录介绍 好 我们直接开始 首先简短的 简短的给大家去讲解一下我们的一个目录结构 在Rails中 所有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app app app里面的的话 就是我们经常操作的真正编码需要用到的地方 assets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叫做资源 静态资源管理的东西 那么assets下面分为了image js javascript style sets 那么这一块就是我们去把我们的前端 静态资源给放进来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已经去把我们的这一个这些的 这个css已经给它放过来了 包括我们这一个垂直网站的一些js也已经放过来了 image 是那么就更是已经放过来了 好 这块是整个的几个静态网站 那么controller就是我们所谓的movc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控制器 我们会放在这个controller的一个目录下面去 然后的话再很有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model model就是我们的一个业务模型models 所以说movc就直接可以在这个目录里面就可以去体现 mmodels vviews 就是我们的一个界面展示 那么c就是我们的controller 他就直接去把大家给包含进来了 然后记住assets会是一个这个精彩资源管理 那么大家可以还可以看到另外两个目录 一个是helpers 一个是miners 这两个我们miners当然是对于邮件发送的时候 我们可以邮件的一些处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其实不会用到 所以说不用去管它helpers 就是我们会去对界面上的一些帮助助手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自定义的一些标签 然后一些简短的一些方法等等 主要是用在界面上的一些地方 我们可以暂时不用去考虑 那么核心的地方就是这个app目录 那么另一块核心的目录是我们的config config整个目录就是我们去指定的配置我们的整个reels的一个开发的环境也好 一些环境数据库的链接 比如说database 那么就是我们的数据库的链接 比如说它使用了mysicle mysicle2 但是mysicle2也是mysicle的一个设配器 然后指定它的编码 指定它的一些数据库名等等 然后除掉这个database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我们的routes routes是我们整个的整个reels工程的一个入口 所以说如果说学习或者说看一个reels项目 就直接可以去去它的routes.rb去看主 去看它里面到底实行的哪些东西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reels 可以通过reels去把我们这一个项目所有的路由打出来 那么看到路由的话 我们自然就自然就知道了我们这一个系统能止息哪些功能 那么也是非常的方便 好 那么除了这个configure 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db db是对于我们 对于做OM insert的时候 我们会去做的一些东西 首先这个schema schema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去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create了table 去创建了一个用户用户这张表 然后的话 它是跟我们的模型相对应的 比如说我们的app里面有一个eels 那么就是在这里 然后的话在db文件下面的话 有一个migrate migrate的话就是我们的数据圈移文件 那么就是说这一个话 比如说createUsers 就是我们去createtable 增表uers 那么有哪些字段等等 有哪些字段 这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db文件 那么另外一块的话 db文件之后的话 我们再往再往下看的话 那么lab的话 是它引用的一些包 log 日志 日志 这个话没什么看的 然后public 是我们会放在一些公共的地方 作为web服务 来去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test 是我们的放入一些测试的 是放测试的一些代码的一些地方 temp是放一些临时文件 比如说我们的pid pid 现在我们的pid就知道 我们目前这一个reus的一个进程编号 好 然后的话 winder呢 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些外部的一些项目的引用 进台资源的一些引用 这个地方尤其给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是我们的gmfile 还有我们的gmfile.org gmfile呢 那就是我们的在reus整个在ruby项目中的话 它的一个项目依赖 他比如说依赖了我们的reus 并且是4.2的一个版本 myfile2的一个版本等等 那么gmfile.org 就是我们通过刚刚看到的bundle bundle install 出来之后的话 他就会去把我们的gmfile给锁定掉 那么就只能是去做这样一些版本 只能是去做这样的一些版本 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整个reus的一个目录结构 因为我们是今天是第一堂课的话 所以说最主要还是去给大家去讲解一下的结构 然后去介绍一下我们整个rubyangreus 的一些项目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rubyangreus的一些官网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guide 这个指南去开始我们的reus的一个学习 那么今天我们还今天课程的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我们 我们会去教大家把我们的把我们的这样一些静态文件给放进来 具体怎么放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smart machine 我们我已经把这一个org 就是说所有的这一个 这一个静态网站的所有东西已经给放下了 比如说它下面的图像 jss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给它 给它还有我们的htm已经放过来 那么我们分别把它复制到我们的app assets下面的js 我们可以给它放过来 把js放过来 让style也给它放过来 当然我们现在这里没有放style 是因为我们直接去把这一个去把我们的index 靠过来 我们看一下index 也可以在这里看到 那这里 那么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去把它的这一些css的话 就已经直接通过这上面引过来 所以说我们没有去再做这一个css的一个引进 就是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去已经把它的css 已经通过这样的方式考过来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给大家就去简单的看了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reels的一个项目 好 那么今天第一讲的话 课程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门课程呢 现在会拉的比较紧凑一点 所以说希望大家自己下来再去做一个复习和预习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会给大家去教会大家去做我们的一个登录 还有我们的一个注册 这样一块 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去学习和我们关于model的一些操作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